規定 一片 grinder 幸運 př shown to 什麼ằm water 妳請示範 這麼醉 走 騙了 走 剪 真的… 真的… 為什麼覺得是記組 因為它那個有一點像香的那個 為什麼覺得是驅膜 超級走路人 大家來肉園 大家好 很好 歡迎來到我們這個 台灣唯一的 室內運動綜藝節目 對 來這邊動動腦 來這邊動動我們的手腳 對 重點就是來這邊可以交到 各個地方的好朋友 沒錯 然後把你們的才藝秀出來 對… 以智會友 好 接下來見到我們紅隊同學 好 紅隊是來自新北泰山的異學國小 動靜皆宜擅長舞蹈的他們 比擋得住來勢洶洶的藍隊嗎 這邊友睿同學 我真的很羨慕她 是 她說她今年的生日 收到BREAKING的演唱會門票 齊了 請舉手 妳知道我想買嗎 只有 結果我那時候想說 那我來買好了 然後我想說 一個月的薪水 那我想算了 我說算了 所以是爸爸媽媽買給妳的嗎 對 爸爸媽媽怎麼買得到 搶的 對啊 就搶的 那妳收到的票 沒有很高興 我直接 哭出來 哭出來 那妳來參加我們節目 有沒有靠近到 哭出來 有 太好了 沒有 當我們說她說 她又買到這個票的時候 我們觀眾朋友 全部都哭出來了 對 真的真的很難買得到 沒關係 其實她沒關係 那個姊姊在努力練了 以後跳給你們看 OK 今天他們也有帶來 非常精采的表演 是 敬體期待 OK 希望我們今天玩得開心 好可愛 接下來我們藍隊同學 藍隊是來自台北仁愛國小 婆婆敢修敢發言的男子軍團 能順利連線成功 奪下獎學金嗎 那你們是誰主動說 要來報名我們節目 我 子坤 為什麼會來想要參加我們節目 因為 覺得很有趣 所以哥哥來參加的時候 你有在現場看嗎 有 所以你那個時候還在旁邊看 對 現在已經在這個地方了 你那時候幾歲 幾年級 三年級 我覺得我們做節目可以做到這樣 真的是滿有一點感動的感覺 對啊 就是那種弟弟來看 然後想說我長大了要來參加節目 這樣子 有沒有 以後等你們再長大的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會有點 我們這超級龍隊推輪你出來 超級龍隊 超級龍隊 OK 歡迎你們 謝謝 謝謝 國家大連線規則說明 兩隊各自在十六公格排列國家 贏得關卡擁有挑選國家權 最快連成一條線的隊伍 即可獲得獎學金八千元 大比誰可以獲得獎學金八千元 把它進入我們第一個關卡 GO 神奇妙算遊戲規則說明 每隊各派一名成員 先公布數學題目 參賽者快速翻轉數字盃 翻轉完成 並回答出正確算式 即算獲勝 神奇妙算 神奇妙算 感覺要有一個那個字根本在這裡 這個 我們這個很 你說這個 對 我覺得我們這個遊戲真的滿厲害的 是 但我們用數學題變成動作題了 對 對不對 我們要用動作來完成這個數學的答案 但你動腦的時候還可以運動一些 對 數字的球投進去之後 兩個加總起來 或者是加減起來 然後最後按0 對 準備好了嗎 我們來看題目囉 好 神奇妙算 我們這一題的題目是什麼呢 1 2 題目就是 什麼加什麼等於13 好 預備 開始 加油 好快 好快 聽 你們兩個都沒有食物耶 你們兩個都沒有食物耶 你們兩個太厲害了 完全沒有食物 我們來看一下喔 6加7等於13 然後我們這邊是 4 再加上9等於13 4加9等於13 對 所以我們這樣倒過來 大家會看比較清楚 好 4加9等於13 OK 恭喜藍隊 他們兩個都沒有失誤耶 我們有什麼訣竅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他們很輕巧就弄上去 沒想到你兩個都可以 他居然還比很快 對… 有沒有什麼訣竅 拋低一點 拋低一點 不要太高 那妳的訣竅是什麼咧 接的時候要慢慢往下 你就說球往下的時候 然後這個也 杯子也跟他往下 對 緩衝 對 他的力量 不然碰到杯口會彈出來 所以拋低一點 然後下的時候跟他一起下來 這是哥哥教妳的 很棒喔 哥哥是我們的學長 很好 恭喜藍隊 下一棒就位 好 我們是五搶三 現在Round 2呢 我們把心裡姐姐上場 心裡姐姐代表紅隊 是 來 心裡姐姐我已經告訴妳一個好消息 因為呢 同學呢 她的數學比較沒有那麼好 她是自然科很好 對不對 5加5等於多少 11 妳看 妳少了啊 妳看 真的 那妳問我 那3加3呢 82 我卡五重錄好了 吳子郎我有話跟你說 妳要開玩笑了 妳們剛剛已經表現得很好了 對不對 然後妳的名字有個讓字 你應該知道 你讓是一種美的 而且有一句話叫做 敬老尊賢 姐姐 姐 年紀也大了好不好 其實她的本名叫吳子郎 她叫無不讓 少來啊 準備好了嗎 好了 我們來看題目囉 我們第二題 第二回合的題目是 多少加多少等於7 預備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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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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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對不起 哪一台 這一台是不是 對 對不起 你不 你不適合走這路線 我們先看妳的答案好了 好 OK 多少加多少等於7呢 請妳解答答案是 3加4 3加4等於7 等7 恭喜答對 對 只讓剛剛遇到什麼狀況呢 對不起 5 5是沒有問題的 5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2的時候 2的時候遇到狀況是不是 沒有 是5的時候遇到狀況 然後2還沒開始 就結束了 對 你好 好孩子 恭喜 也要讓你進主城市 一起吃便當 來 超可愛 她跟你握手還會點頭 好可愛 恭喜紅隊 獲得一分 Round 3 好 Round 3 彥均哥哥上場 對上我們的子星 目前比數1比1 1比1 贊成平手 子星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沒有話 就不把它放在眼裡就對了 很好 一個人有什麼話想說 就直接來吧 帥喔 那就直接來 來看看題目是什麼 題目就是 什麼加什麼等於11 請開始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好噁 彥均哥哥 那麼快 在你來告訴他 他已經2弄好在拿9了 同學 我們先進 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是2 2 加上我們的9 來於11 恭喜拿9 請問你有練這遊戲 練很久嗎 沒有 沒有 更不把你放在眼裡 他說沒有 我更傷心 我更受傷 因為他剛剛練了大概10分鐘 我更受傷 我剛剛是不是丟太高了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只讓你還敢說我 就是特別領量他們還是 太高了 真的不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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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所以目前我們紅隊呢 暫時領先 恭喜 Round 2 好 現在目前是我們的紅隊2比1 暫時領先 對 他們在後台劇場原本 本來是我們先贏的 沒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第4Round的題目是 做什麼 減多少 等於4 是減的喔 記得喔 減法來喔 預備 GO 你減幾的 我知道你現在就 是不是 掃緊 大聲一點 你把你剛剛那個台詞說出來 叫做 發生了什麼 他剛剛說 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說跟我剛剛的那個 那個狀況一樣 5 減1 還是1減5等於4 5減1 5減1等於4 恭喜答對了 我們的圍城很厲害喔 剛剛他這樣轉過來的時候 他的球還在滾 對 還在滾他就 有接到 我幫你把他第二球不會接到的 你滿有運動細胞的 你是校隊嗎 你是 什麼校隊 恭喜目前贊成PITZO 2比2 第五號非常厲害喔 最後一戰 他是最厲害的 來 接下來呢 這兩隊呢 都是派出他們最強的 對 應該這麼說 藍隊是 紅隊好像沒有到最強 藍隊自己也在笑啊 你跟他講最強的雲城這樣 而且他剛才很厲害喔 有 有 有 我跟你講到時候失誤了 你直接 你等一下不要失誤 我跟你講 有什麼話想說 有什麼話想說 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好啦 這一局贏定了 是 幸運快速有什麼話想說 斯仁你請示範 我解釋很快 就這樣 就這樣吧 我們最後一題的題目是什麼 題目就是 多少減多少等於了 是解答 Ready go 還有 - j g 我們 音樂說 W07 天 主 stuck 好感人喔 你問你知道為什麼嗎 考定話說 女生派一個最厲害的出來 他們這一隊說 然後呢 很可能的是 他就上來 然後他也很緊張 然後他說沒關係 沒關係 要笑 要笑 他不要幹什麼 我說到底練笑 結果他練完之後 沒有一個中的 我想說完蛋了 結果你贏了 你太行 笑死了 哥哥笑死了 沒事 哥哥笑死了 剛剛那個 他剛剛說什麼 那些手勢都剪掉 好啊 剪掉 請掉到預告啦 有沒有什麼樣的心得 想要跟我們分享 現在的心情 下次還是不要得意太早 很棒 你不是說你嗎 很棒 其實我覺得我們節目 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選擇冰家常識 對 大家贏得很高興 但是輸了沒關係 下次再來啊 他凡仙還第一個遊戲 沒錯 真的沒有勝率 沒錯 繼續 期待你待會兒的表情 真的 謝謝你 OK 恭喜紅隊獲勝 我們看到紅隊要帶我們去什麼國家 拿球 網遊世界 看到紅隊要帶我們去哪裡 你們要去什麼國家 意大利 意大利 在哪裡呢 我覺得應該是中間的 應該中間啦 就是這裡啦 意大利 好 第一關其實還好啦 沒有什麼問題 對 其實沒有 我們的意大利位置也是非常的好 太棒了 也是在這個地方 答對 其實第一關不論是哪一個牌 都是三條線可以走 對 沒錯 對 現場有沒有人去過意大利的 我去過意大利麵 我也是 我好愛你們這一隊 不知道為什麼 打從心裡愛 打從心裡愛 你知道為什麼你們那麼合嗎 好可愛 為什麼 因為都很會冷笑微 冷笑微 OK 好 恭喜我們的紅隊同學 馬上去 下一關看 Let's go 文字方程式 學中文 玩遊戲 對 學成語 我們讓我們的紅隊先好了 好的 紅隊 來 加油 請問要選哪個號碼呢 1到16 等一下 7 7號也一樣 從中間開始 Lucky7有沒有字呢 沒有 沒有 難隊請問選幾號 1號 1號 一定有 1號就是1 說到1其實有很多成語 你們想想看要直接呢 來猜猜看還是要選一下 好看 要選就要拿 幾號 11 11號 彥均哥哥這邊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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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功沒有的 紅隊非常幸運 來 藍隊要選還是要答 我要選 選幾號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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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 登 好像有點感覺喔 1什麼 登什麼 對 紅隊要選還是要答 1 2 3 我要選 選幾號 15 15號 沒有 沒有字 全部翻 但是好像有一點感覺 可能有一個出來囉 難道不知道有沒有感覺呢 等一下 你們在笑什麼 好 你們要選還是要答 要答 答什麼呢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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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 比喻呢 輕易地達到極高的地位 還有境界 就一步登天 就到那 對 但是這個世界上 很少有一步登天的人 還是要努力 基本上是沒有 請問 要選還是要答 1 2 3 要選 選幾號呢 16 16號 有沒有字呢 有 天 感覺有一點點喔 應該只有這邊 天什麼什麼鳳 然後這邊呢 也可以想想 1什麼什麼什麼 或者是不什麼什麼什麼 斜的應該是不可能 對 藍隊請問要答還是要選 我要答 答什麼 天一無縫 天一無縫 就是天一無縫 恭喜答對 比喻做事情呢 精巧無細可循 我發現藍 完全沒有破綻的意思 我發現藍隊很有破綻 怎麼說 因為當他們知道答案的時候 他們臉上的笑意藏不住 對 你等一下你看那個圍城 你當他知道答案的時候 他就 他們搞不好 他們搞不好已經想到下一個答案了 就像對方知道我們那個 知道答案但也沒有幫助啊 對 對 對 也是 很好 紅隊 請問要選還是要答 我們要選 選幾號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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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有沒有 沒有 沒有 藍隊同學 請問要選還是要答 我要選 選幾號 14號 14號 你選6號 所以這條應該都是沒有的 所以現在應該剩下這邊 就是1什麼什麼對不對 紅隊要選還是要答 紅毛選 選幾號 6號 很好 無庸置疑的一定是6號 所以藍隊勢必得答 或者是選一個 要選還是要答 我要選 選幾號 13號 這個出來很有可能 紅隊就知道答案了 應該就這個的最後一個字了 什麼 1 什麼 什麼 進 好像有點答案 請問一下 紅隊要選還是要答 要答 答什麼 一干二進 一干二進 1 2 3 恭喜 又是一干二進 比喻全完了 什麼都不算 全部一干二進 對 清清楚楚的 是的 現在我們也是一干二進 因為全部都被翻完了 全部都翻完了 對不對 恭喜我們的藍隊 答對兩題 黃隊答對一題 第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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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來換我們的藍隊先選 請問你們要選幾號 16號 16號 你們戰術也是希望先碼 沒有自由都選 有 有耶 是有 什麼什麼什麼有 15號 什麼什麼什麼有 對 什麼什麼什麼有 想想看你跟有有關的成語是什麼 請問紅隊要選幾號 15 15號 15號 我來看是什麼呢 也是空的 我覺得紅隊很會去猜哪裡沒有 對 他們很清楚 很厲害 邏輯很清楚 藍隊同學 請問你們要選還是要答 我要答 答 什麼有 火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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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火上加油 再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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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想想 我為什麼講三字的意思 我只能說 很接近 對 來 紅隊請問要選還是要答 我們要選 選幾號 13 13號 來 等一下你吃小鳥 有 答 藍隊同學 要選還是要答 我要答 答什麼 四通八答 四通八答 沒有 很拚 不過拚拚態是對的 跟答有關的成語 對 說出有關有答跟有的成語 很厲害 一直講一講就有機會 沒錯 紅隊請問要選還是要答 我們要選 選幾號 14 14號 14號 沒有 要選還是要答 我要答 答什麼 火上加油 火上加油 我想問剛剛是加油 現在是加油 為什麼變 一定要火上就對了 因為很接近 你們剛剛說很接近 很接近 你剛剛說很接近 他剛剛說 聊天啊 那你有沒有直接唱一下 給我們聽 一同學 一同學加油 好可愛喔 所以他剛剛是加油 現在是加油 OK 有沒有 答案就是 有 恭喜火上加油 很厲害 第一 使勢態越來越擴張 而且越來越惡化的狀況 對 那其實常常有時候大家會講火上加油 火上加油 可是其實沉沉 火上澆油 對 當火還沒熄的時候 帶著油去澆 好 對 要選還是要答 我們要選 選幾號 11 11號 有沒有字呢 沒有 沒有 很厲害 剛剛一樣 好 現在換我們的籃隊了 你們要選還是要答 我要答 答什麼 所以是這邊嗎 飛 蛾 撲 火 所以是這邊嗎 飛 蛾 撲 火 好的 有 沒 有 有 飛 蛾 撲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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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你這裡就有答案了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你現在也有別的答案了對不對 我們有了 又有了 可不可以先跟我講一下好不好 不行 不行 我怕這個 怕跟我 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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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可以一頭去郊遊了 怕什麼是說不出來 飛 飛 飛 紅隊我覺得應該有一點點答案 因為現在好像只剩 飛 撲 撲 只剩的答案 飛 什麼 什麼 答 陳玉想想看請問要選還是要答 選嗎 你們要不要直接 直接猜了 亂猜了 亂猜了 亂猜也可以 飛 什麼 什麼 答 選幾號 10號 7號 7號 好 我們好 藍隊是不是很想謝謝紅隊 謝謝 一起說這個成語是什麼 飛 黃 騰 打 飛 黃 騰 打 就是 高興 飛 黃 騰 打 體育在四題上 可能在事業上快速得志 而且很有成就的意思 對 這個回合三題都是我們的藍隊答案 對 所以加上剛剛的兩題是五題 紅隊是一題 恭喜藍隊獲勝 那我們藍隊同學要去哪一國家呢 走 好 藍隊同學選的是10號 什麼國家 打算什麼 韓國 韓國 去過韓國的人舉手現場 有去過韓國 我前陣子才去 前陣子才去 好 來看看 紅隊的韓國在什麼地方呢 很希望是這一條對不對 對 或這一條對不對 對 就差一點點在這裡 韓國 還有兩條路 接下來呢 我們來進行下一關 GO 放城大作戰 遊戲規則說明 兩隊輪流挑戰大型疊疊了 拿出的方條須擺放到最上層 拿與放的過程中倒塌 另一隊即獲勝 放城大作戰 現在目前呢 我們藍隊的小贏領先一步 對 那剛剛那我們兩隊猜拳 藍隊贏了 他們決定先攻 OK 好 有請 90秒 子寬 你確定要拿最下屁 你那麼拚 你急著回家嗎 子寬 你這麼趕時間啊 我跟你說 子寬很厲害喔 他是 空手道高年級組第一名 很厲害 正快 不要小看他 而且 各位 他是我們人愛國小的畢卡索 對 浴室有意思 而且後面也滿有意思 而且你看後面 正在飛翔 有沒有 是吧 好可愛喔 好棒喔 多台多藝 今天在紅隊的地方 請上場 香芹來看看你想要拿哪一個 你又是偉大的藝術家 香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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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可以 很好 OK 左邊拿一個 右邊拿一個 這樣子剛好 平衡一下 達到一個恐怖的平衡 可以喔 很好 很棒 很棒 小心翼翼 輕輕地放上去 非常棒 非常棒 好 今天回到藍場 對 對 這樣子過也太拼了吧 我覺得我會不會 我覺得我會不會 我覺得我不行 我要從中間 小心喔 小心喔 只讓你其實很自在 他脆脆練出來之後 然後很確定要這個就開始吐了 而且他很敢用半蹲的 對 還有這種老人家在練外在尖殺 在畫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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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喔 好 NO PASS 我們要紅隊第二棒 紅隊同學 欣宇 欣宇是 比賽型選手 對 可以看看哪一個好移動 或是哪一個好敲 好多的嗎 我她拿最邊邊的 好動嗎 好動嗎 小心喔 慢慢的 可以... 好慢 可以 應該可以 每一步都很重要 那個記得最後抽出來的時候 小心一點點 因為她有點歪歪的 慢慢的喔 就要... 很好 還放那裡 你也太拚了吧 還放那裡 現在整個重心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對... 我會怕耶 怎麼辦 妳會怕 會怕是累的 我不完了 我們就讓紅隊員好不好 那不要 沒有 為了講學 小心 你怎麼學習 小心喔 這個不行 移蓋旁邊 你看旁邊有沒有可以移動 可以... 可以喔 不錯... 不錯... 聰明 等一下 好... 上面很晃 不行喔 妳是小白兔嗎 她用叫的 她是著木鳥... 小白兔嗎 你都是用叫的 現在是著木鳥 等一下被小白兔 可以了... 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你要把他走到吐出來是不是 可欣 妳是不是屬兔子啊 可以... 真的可以 她屬兔子 她搞不好真的屬兔喔 她真的屬兔 妳是不是屬兔子啊 我的天啊 因為五年級 六年級 那妳可以學兔寶寶看 可以 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她今天手勢可以解一集 那個精華 可以一直在這樣 好 齊樂 對 第三棒 小心要看一下 那個可能不能拿 他看一下整體的 他的重心是往那邊偏喔 可能是往這邊 然後這邊的 我感覺這邊可以喔 這邊 螺木鳥戰術 這一個咧 這一排 這一排有沒有可能 這一... 這...一 二 三排應該都還可以 對 敲敲看 我覺得妳往這邊敲好了比較安全 對 妳往那邊敲可能會倒 沒有 我覺得齊樂 現在有一種在 妳知道 那個逛街的感覺 是啊 妳要用力... 要把握時間 她在抄襲我的 螺木鳥戰術 小心... 把握時間喔 要有90秒囉 完了... 七 六 五 四 三 好可怕 好可怕 很好 阿莉回到了藍隊 螺木鳥戰術 蕾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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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有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 對 她就拿起來 藍... 紅隊就辛苦了啦 但是妳最後放的時候 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好 請放的時候 小心一點 輕放喔 輕放... 等穩 穩了再離開 兩位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來 回到紅隊 第一棒 你們太狠了 你們太狠了 最下面的狠 注意看這男人太狠了 名叫小帥 對 帥喔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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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好可怕喔 不要真的操作 所以那種跳的話 本來表演 我覺得她選擇非常對 對 但是我覺得她不對的地方是 她有反方向敲回來 妳應該往這邊敲 因為她們的重心現在已經 整個已經往這裡散了 OK 恭喜藍隊 大家 藍隊要帶我們去什麼國家 好 藍隊同學 接下來去哪一個國家 大聲說 瑞典 在這邊 在對講 就是瑞典 北歐的國家 是的 瑞典 我們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 好像也有幫助到你們對不對 對 我們的瑞典在 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喔 有沒有發現 我們其實有兩條線 這裡一條線 這裡也可以是一條線 好 但我們現在先放鬆一下 心情好了 好緊張 紅隊同學要帶來 非常厲害的舞蹈表演 歡迎你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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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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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太好玩了 可以学到各国的知识 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好玩奇妙东西 而且很多东西其实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想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习俗 对 尤其现在那个国境已经开大开了 对 如果你们看到我们觉得还蛮好玩的 搞不好是你们下一个国家可以参考的地方 对 下一个去玩的地方 OK 好 首先是我们的知识体 第一集是什么题目呢 老师请出题 台湾小吃常见的糖葫芦 请问最早的用途是 A 记组 B 驱魔 C 致病 驱魔 好好吃的糖葫芦 不就是好吃而已吗 糖葫芦 你好可愛喔 买糖葫芦 买一只是吗 三只 你买一只吧 三只 贝贝 三只 贝贝 三只怎么买 我三只买不起啊 贝贝 贝贝 贝贝贝 我要卡一百分 贝贝 我也要卡一百分 好喔 画太多的同学就没有啦 画超少的 糖葫芦 最早的用途 来看看喔 好 这个答案是 好 这个答案是 好 想一下喔 答案吧 答案是一二三 A 记组 为什么觉得是记组 因为它那个有点像香的那个 有点像香 去拜拜的时候查香的道理 不错喔 我解释 OK 我们这边答案是驱魔 为什么觉得是驱魔 因为它插在掃把上面感觉 就是在大街晃说 恶灵退散 而且这个稻草 有点像小人的感觉就对了 小人恶灵退散 所以说你说以前 拿这个稻草在路上呢 是个师傅就对了 对的 是一个驱魔大师就对了 那我们把它吃掉 就把这些厄运全部吃掉就对了 有人说记组 有人说驱魔 讲的就蛮有道理的 是的 到底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 恭喜 答案是 知名 你为什么是知名呢 两个名单位 身体每况愈下 太医全力呢 就是发现 好像也查不出来 贵妃到底是什么病 所以这个宋光宗呢 他就很心疼 他就下令 征求全国的免疫 只要把这个贵妃的病治好 是 必有重赏 就是呢 就有一天 有一个江湖郎中说 我有办法治好贵妃的病 是 所以郎中呢 就给贵妃把脉 把脉之后 他就写下了药方 就是呢 把山楂给煮熟 是 然后沾着这个冰糖吃 每顿番茄呢 吃个五六颗 是 也吃半个月 身体就会康复 太医虽然不幸 就是山楂 然后加糖而已 怎么可能 结果呢 这样吃吃吃吃吃 吃了十几天之后 果然大雨好转 脸色也好起来了 是 后来呢 这个做法就传到民间呢 老百姓就把它串起来卖 就成了这个冰糖葫芦 可是他里头讲的是 这个仙渣 对不对 仙渣好像在内地 就会比较常吃到 那在台湾比较常吃到 就是交来啊 就是把小的梨子 然后把它腌制过 或者是像现在有番茄 有葡萄 有草莓 然后或者是譬如说 番茄中间还夹着那个 酸梅 这样子的 蜜餐 下面要跟告诉所有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身体不舒服的话呢 千万不要吃糖葫芦 要去看医生 对 因为这是一个民间传说 下一题老师请出题 英国女王最爱戴了珍珠项链 请问可用什么方式 辨认珍珠真伪 A 用牙齿咬 B 放水中看是否浮起 C 放玻璃上摩擦 就是这个珍珠项链 為什麼人家戴起來很贵气 我戴起來像米勒棚 當然 可是呢 这个英国女王最爱的珍珠项链 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辨别她的真伪 让人家吃好搞不好 就是每个人用咬都咬一下 有没有有专家的 是不是浮得起来 有可能它的密度的关系 对 玻璃上摩擦或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像我没拿 好 我就手要沾其他打擺 1 2 3 我对答案是B 放在水上 看看它是不是会浮起来 我怎么觉得选这个答案 因为我觉得素姜会浮起来 OK 这边答案是C 放在玻璃上面摩擦 摩擦 为什么 这什么原理呢 是谁想出来的 因为如果是B的话 可能你可以增加塑胶的密度 它就会沉下去 OK 你都加重C 或者说里面搞不好 有一两颗是那个 对 那为什么是用玻璃摩擦呢 A 用牙齿咬也怪怪的 删去法就觉得应该是C才对 我懂 就像你去买珍珠 你要看看它是真假 然后就拿起来就咬 其实也不理解 有不好看 对啊 也不好看 而且咬也好 搞不好不想去推下去 我要赔那个钱 怎么可能去那个 卖那个仪式天使咬珍珠 对 OK 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 恭喜 答案就是 用牙齿咬 怎么会是这个答案 好 这个牙齿测试呢 是一种确定 这个珍珠是否是真品的方法 用牙齿轻轻地咬 这个珍珠呢 如果是真的珍珠的话 就会感觉有点粗糙 而不是特别光滑 可是这个一定要经过店家的东西 或者是你知道有一种 就是珍珠粉 好像叫做珍珠磨成的粉 用磨出来的 所以这样咬一咬 或许真的就会有点粗糙 对 各位 那因为珍珠呢 其实这是我们买比较夸张的 其实真的的话 可能有些很小的 对 小朋友在家 那不要拿起来咬咬看 很危险 非常的危险 对 OK 好 第三题 老師请出题 澎湖起归活动 是澎湖一整年最大的盛典 请问起归是求什么呢 起归活动 在这个澎湖非常有盛典 是的 這個呢 一整年最大的盛典 它是求什么呢 對 天君哥哥這邊 就有起归的時候呢 我們在 拿一盛看 海龜 它其實很可愛 它有些是像 對 我以為就是像面粉那一種的 很像金牛角的樣子 做成海龜的 海龜的樣子 很可愛耶 好 是求自衛 還是平安還是裁員 溫溫 數到3請翻答案版 1 2 3 我們這答案是B 平安 為什麼覺得是平安 因為烏龜代表平安 烏龜代表平安 不是長壽嗎 不是長壽嗎 不知道 我覺得朋友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平安就是他 你講得很好 好道理耶 你不平安怎麼長壽 也對 就是祝你長壽 但你不平安就 對 她每年都不會意外 對 要平安 來 這位是財源公館 為什麼這位是財源公館 是不是覺得 對方的感覺 講得不錯 但我告訴你 很多烏龜嘴巴會咬錢 金錢歸 金錢歸 對啊 錢歸 那財位也都會放 OK 答案就是 恭喜彭對 答案就是祈求平安 對 彭對 這個元宵節的起龜呢 傳傳來自於 認為龜呢是長壽 你們講對 是長壽呢 非常有靈性的動物 那清道光年間呢 民間只要以麵粉來製作 製作這個米菇呢 供這個信徒來祈求分食 麵龜 對 然後呢意思就是來吃 平安吃 平安的意思喔 後來就有人形容呢 只要能吃的都可以拿來做平安龜啦 加上呢 這個廟裡為了展示我們 精神的誠意跟規模 是 平安龜的職產呢 就開始五花八門了 包括譬如說有麵包啊 有麵粉啊等等 各種亮麗的造型 讓大家覺得莫不暇集 恭喜紅隊答對了 耶 而且紅隊呢也是目前 我們這個單元答對的第一題 破蛋喔 兩隊的第一題 對 沒錯兩題 好 接下來第四題 老師請出題 到泰國旅遊發現當地的電線桿 都是方形 請問原因是 A 方便工作人員上下 A 怕蛇爬上去 C 方形代表好運 哎唷 沒錯 但是呢在泰國的電線桿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是這種 是方形的 是 像筷子一樣的形狀 不是圓的 是 為什麼呢 是方便我們工作人員 在維修的時候方便 還是怕蛇爬上去 或者是說呢 電線桿對他們來說 也是代表好運 方形代表好運 對 沒錯 好 看看 數到三請翻答答 1 2 3 紅隊答案是C 方形代表好運 為什麼覺得方形代表好運 因為刪去法 刪去法 刪去法 OK 所以你覺得 因為他們他們可以用樓梯 之類的啊 而且我們圓形的柱子 他們也可以爬上去 也是可以有樓梯 那為什麼覺得 不是怕蛇爬上去 因為蛇也可以在平面爬 這樣子 蛇在爬的時候 有轉彎的地方 蛇沒有辦法90度 對 因為有直角的地方 牠會痛 所以牠就不爬了 就直接這樣平面的轉彎 對 如果是咻的話 那咻就這樣上去了 那為什麼牠一定要爬90度的地方呢 因為 牠就直接直接上去就好了 因為蛇要乳中 蛇要乳中 妳有看過蛇這樣子 蛇不是這樣 蛇不是這樣 蛇的真體是光滑的 就這樣子啊 不然妳沒講我們華郎大物 不錯 這個答案 藍隊答案是怕蛇爬上去 男生反而覺得是蛇 泰國 我這樣聲音 泰國小安生 對 蛇爬到臨腳應該 人腳應該也是會痛 對 蛇會痛 可以當時爬上去 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 恭喜 藍隊 怕蛇爬上去 很好 因為這個泰國有非常多的蛇出沒 你怎麼說很低 那這個蛇會排在這個圓柱上 所以這個電線應該 如果用圓柱的話 蛇就會往上排 那排完最後它可能會電死 而且可能整個電路就會中斷 所以就把它設計成為方形的 是喔 原來是這樣子耶 其實很有趣 我們去過泰國我都沒有發現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對 原來是怕蛇 都會看不到 很聰明喔 OK 下一題老師請出題 請問在巴西兒童節 孩子們會在這天做什麼呢 A 打預防針 B 戴面具玩遊戲 C 全國放假踢足球 全國放假踢足球會不會太開心 巴西的兒童節 可是巴西的人非常非常愛足球 就好像我們愛放球到底 對 因為 打預防針還是戴面具玩遊戲 或者是全國放假一起踢足球 數到3請翻答案板 1 2 3 紅隊答案是B 戴面具玩遊戲 為什麼覺得是這個答案 因為這個比較快 這個比較快 隨時都可以打 對 而且打預防針 打預防針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所以妳覺得兒童節 就是要讓兒童快樂 可是如果妳的健康著想 就怕妳生病 所以兒童節就是要快樂 我別人之後也可以打 兒童 沒有規定兒童節就是要快樂 而且我跟你講 可是如果打完預防針 再給妳糖吃呢 不要 不要 會有副作用 就要在床上 有副作用 妳也不可能 妳也不可能 全球放假有大人 對啊 這是兒童節 對啊 就是兒童節 大人跟著放假 不行啊 就那天兒童最大 我們大人都在服侍妳 對啊 他說兒童節放假是大人去踢足球 跟兒童節 跟我們小朋友也沒有關係 可是這樣子服侍完 隔天就會被揍啊 隔天就會被揍 妳要把人家秘密講出來 我們這邊答案反而是覺得是打預防針 為什麼 答案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為什麼 因為兒童節當天兒童很健康 要健康才有 才可以快樂過節 對 這又是哪一個 那如果你們過兒童節 你們需要是哪一個 都可以 都可以 沒關係 早來 打預防針你們可以 可以 可以 但不會怕痛 男生按臉子啦 嚇得要死 看美心 他美心到了逞強的年紀 對 尤其旁邊後一個是女生說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有什麼好怕的 現在目前兩隊都是1比1 贊成平手 這個是我們最後一題了 看誰可以答對 答對的就勝出了 而且我跟你說有人答對 是 答案就是 打預防針 恭喜來隊 打預防針 還好我們沒有生在巴西 對 說到這個巴西 他們的小朋友非常勇敢 因為他們在兒童節的時候 忍痛打針 當地的兒童節 定在這個8月15號 這一天剛好也是全國防疫日 所以每到這個日子的時候 當地的醫生就會為了孩子看病 然後並給我們等一下的兒童 注射預防小兒麻痺症的疫苗 真的也是為了你們的健康 OK 想不到吧 超男生 高舉 藍隊獲勝 好 你們應該去選 選這個國家對不對 對 英國女王 來了 英國 英國 這裡 剛剛 我們來看一下紅隊的英國在哪裡 紅隊的英國在什麼地方 紅隊的英國在哪邊 其實也快臨成一條線了對不對 對啊 英國在這裡 就差在兒童節 差一點點 就差在兒童節這一間 對 OK 所以恭喜我們的藍隊同學 最後的獎學金 紅隊的獎金獎品 各位同學 繼續收看我們的 超級獎道人 大家拜拜 再見 謝謝 對 打浴郎這太好笑了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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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